话说牛家三兄弟自从结婚以后 老妈林阿妹对这三个人已经是别无所求 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三兄弟能够让他早日抱孙子 不过这么一丁点大的心愿 也是经过了千周百折之后 才让阿妹如愿以偿 眼看的预产期越来越近 阿妹的心情也就越来越兴奋了 当然了这会儿三个媳妇的肚子也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小心吧 慢点 慢点 你干净点 小心一点 太灵了 你深呼吸 深呼吸 肚子那么大怎么深呼吸嘛 妈 你刚出的房子怎么买到那么那么小 没有大 那我们赶快画这个很大的啦 我敢拿我的姓名给你打 全世界也没有 各一扇门了 专门为了两个孕妇同时通过的设计 你去找好 我告诉你 门都没有 怎么办呢 小心啊 小心小心 先把肚子抱好了 再说 小心小心 小心吗 我上右鞋 你一下左边靠 我们稍微睡 慢慢 小心 慢慢 慢慢 过来啦 过来啦 没事 没事 没事吧 当你休息 当你休息 好 哎呀 女后大啊 我常常听人家说卡门卡门啊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啦 那是什么意思啦 我现在才知道啊 原来啊 这个叫做卡门啦 啊 喂 过来 在牛家里连卡门这种事情都会出现 各位试想 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 真要是说起关于肚子的问题 那可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精灵 以牛家三位待产的产妇而言 肚子最大的是手推大扫 问题是他这个大肚子已经大到 你好 嗯 陈大哥你回来啦 哎 不要起来 别起来 就这样子靠着 我 我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 是不是宝宝有问题 不是不是宝宝没有问题 宝宝非常好 宝宝很正常 也很健康 就是因为宝宝他 太健康了 所以 所以什么嘛 就是因为什么 刘大哥你这样吞吞吐吐的说话 我很紧张你是不是 照我的判断啊 这个宝宝没有四千二 最少也有三千八 而且只会比我估计的重 绝对不会比我估计的轻 嗯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考虑到你跟宝宝的这种安全的问题啊 嗯 我想你还是应该要接受 副副生产 要开刀 我不要 我不要开刀 刘大哥 我不要开刀啦 其实副副生产比自然生产要简单得多啊 而且他也没什么感觉 也不会痛 只是唯一就是 他复原得比较慢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伤口 不要啦 刘大哥 我就是不怕痛我超自然生产嘛 我以前不是常常说 你跟妈妈最骄傲的就是他 会忍受那个身材的那个阵痛有没有 我一点痛都没有 甚至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把小宝宝生下来了 那我怎么会有那种骄傲妈妈的感觉呢 我要自然生 我不要副副生 那个好像在切西瓜啊 我要自然生 我一定会用力地把它生出来啊 好美好 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啊 到时候万一你体力支持不住的话 而且你这又是头一胎啊 哎呀你让我试试看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真的不行 我再让你扑 那你不是让自己来受这两次罪吗 每一个猫猫生小孩都嘛是这样啊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刘大哥你放心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一定会好好的把宝宝生下来 好 美好 牛家这一队是为了孩子太大生不出来而担心 另一队却是为了胎胃不振而烦恼 你帮我看一下 看一下时间到了没有 哎呀我别急啊 医生说最少要趴四五分钟哎 可是 可是我觉得我已经趴 趴很久了 好像已经不止十五分钟了 你忍耐一下嘛 你总要给我们宝宝足够的时间 让他游泳都到正确的位置啊 哎呀哎呀哎呀 妈 那我万一到生产的时候 他的头还是转不下来怎么办呢 妈 那就婆婆生产嘛 啊 宝宝 宝宝你又合作一点啊 你又赶快转弯了 嗯哼 嘿嘿嘿 好了好了 喂 喂喂哎哎哎听听听老爸讲话啊 那个方向盘向右边打一圈半 听到没有啊 来来来来 听到没有 说到牛家老儿这对夫妻 倒是没有什么肚子的问题 可是采琳的怀孕 却也为她这个职业妇女 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我本来只是一时三起 我觉得那个黄千里讲话实在太刺人了 我就做到麻烦写个刺诈 没想到公司就批准了 他们一点未留的意思都没有 我觉得好意外了好难过 嗯 嗯 好啦 不是公司工作的问题 是那个感觉 我好像觉得我在公司 是那个鸡骨刀 实际无畏气之可惜 让他们揣在手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现在机会来了 我一生气写了一个字 正好给他们一个机会 踢掉这个大麻烦 嗯 那既然这样子 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再对这份工作 意义不舍的了 你现在辞掉工作正好可以在家里面 安心的好好休息啊 对不对 哎 我觉得你的决定是对的 这种我怀孕以后 公司人就一大堆嫌言嫌疑 说我定人一个大肚子 怎么能做海外业务推载部的经理 我身体不舒服 我不能去应酬 待在公司有人讲话 说我工作不认真 好像我怀孕上班是个罪过事 他为什么一点体谅的心都没有 好了好了 宝宝 我知道你为了宝宝 在外面受了很多委屈 那这样子 我带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好 对不起 妈妈 这干他什么事啊 他那么小 哪里知道我外面 是生气这么冷漠 海玲 等你平平安安的把宝宝生下来以后 身体复原了 凭你的条件那样 还怕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吗 嗯 可是说不定 到时候我看上宝宝好可爱 我就来在家也不想上班了 哎 那正和我的心意啊 哎 啊 生儿育女 在任何一个家庭里 都得算一桩大事 更何况是在这个 一向喜欢美食当有事 小事化大事的牛家 那可真是 哎 一言难尽咯 总而言之随着 惨奇的接近 孩子即将单身的前夕 大伙为了 深男深女的希望 还有取名字的学问 又来了一番折战 我啊 当年呢一个人从大陆 能够把命带出来 已经是不错了 像家谱这么重要的东西 想带出来都是不可能的 那我给你们三个人起名字的时候呢 中间的那个夹字 那是我印象当中的 你爷爷当年呢 跟我提过的 可是下一代该排哪一个字呢 我就弄不清楚了 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跑到我们这个牛市中心会去的一趟 去查一查 哎 果然给我查到了 嗯 啊 是拍的是平啊 哪个平 平安的平 平安的平 哎 哎很好听哎 应该很好取名字嘛 牛平 牛平牛平牛皮牛皮 对啊 会吗 哎 这个要读清楚嘛 脱一安平嘛 嗯 哎 那我念念看哦 嗯 牛平 牛平 哎 听起来好像是油平呢 油平 哎 这个人家听起来哦 好像我们家的小孩哦 是脱油平的 哈哈哈哈 你扯到哪儿了 这是家谱定的名字啊 这是将来认主归宗论辈分用的 哎 不用紧张啊 那这两个字怎么算数呢 要加上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 连后面第一 加起来的话 连起来念就不会那么奇怪了 哎 说不定哦 哎 我想到了 所以我们这个儿子的话 我们可以请一下 牛平轩 气宇轩昂的轩 牛 牛平轩 哎 这个名字好哦 好啊 牛平轩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那个牛皮鞋呢 什么啊 哈哈哈哈 别别别别 原是有点像啊 哎呀 没有人会想到那上头去了 哎呦 老爸话不能这么说啊 这名字很重要的 小孩子名字取不好 将来人家会笑他的 哎呀 这个名字啊 这是只是一个人的代表符号啊 更何况长大了以后 还会有小名啊 绰号啊 有的时候说不定的 还有一个羊名字 哎 哎 就拿我的名字来说吧 我是牛年生的 哎 你们爷爷一看这个辈分排的是 年 啊 啊 就是这个 这个名字啊 叫牛年生 哎 多简单吧 哎 可是自从我娶了你妈以后的话 哦 那我的名字就改了 啊 我就变成了姓牛 单名一个这个大字 牛大 哎 这怎么就更简单嘛 哎 那让你大那你也不高兴啊 那我以后啊 就叫你牛小啦 小牛啦 这样就高兴了 小牛 应该 应该才会有更好的词 嗯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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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症的糖 觉得怎么样 牛皮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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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太过分了吧 我的小孩叫牛皮糖啊 我还是说牛皮糖 菌糖 英菌的菌啊 男生嘛 对不对 他就英语的牛皮菌 牛皮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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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这整个鸡蛋里挑骨头 不易早餐嘛 这是 老爸 可不可以 自由一点嘛 不要论位分嘛 这样子我们可以取的名字 就比较多了 我 我想给我的儿子去 名字叫 照理由 嗯 你怎么知道是儿子啊 就是啊 我去照了几次超音波 那个大夫都说 Perry不正看不出来 你怎么已经有答案了 嗯 嗯 我 我跟他聊过天 他跟我说的 哎 真的有 这个没有办法了 已经知道是男生 就一定要排备份 我看你们那个 平平淡淡的 刚才叫牛皮蛋 牛皮蛋 哈哈 胸蛋 鸡蛋 他叫牛皮蛋 耶 那天啊 半天啊 原来的大家都希望生儿子啊 啊 没有办法了 没有选择了 嗯 我喜欢生个女的 我今天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了 所以我跟佳哥想生个儿子 生个儿子那就没办法了 一定要排备份 如果是生个女儿的话呢 那名字你们可以自己取 爸 你也重男轻女啊 那不是这个意思了 女孩子在道理上的话 是不排备份的 不论这个家务 不上家务的 有什么名字 只有这个圈子吗 还可以换鞋 是爸爸 你们可不可以暂停一下 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从来就没有人问问我 想要生男的还是生女的 那你爷到底是想生男的 还是想生女的 我看你 我这个抱着的意义 也没文章嘛 对吧 我的意思是 牛大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你妈给我起这么简单的名字 牛大 哎 为什么 骂起人了呀 她还省点力气嘛 哎 牛大 牛大 哈哈哈 PK 听不到什么声音的了 家瑟 哎 哎呀 哦 怎么了 他又滚到左边来了 左边啊 我来我来 我来听我来听 他今天一天都没跟我打招呼 臭小子 老爸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 家政啊 我看书上说 他来是可以听得到 而且他会记得爸爸的声音哦 不许我们就认识了 人家是嫌你烦哪 不跟你玩呢 好小子 带你出来 你看我手里 不要吓他呀 教授 日产期都快到了 万一到时候他赖在里头 不肯出来怎么办 哦 来 放心点啊 姨姨啊 你害不害怕 我听人家说 这个是生小孩 会痛死人的 痛也得熬啊 最近我常摸到妈耶 摸到她在对我笑 她好像知道我已经快要当妈妈了 所以替我高兴 可是当我起来的时候 我常常都会想到 她当初生我的时候那种心情 没有任何依靠 身边没有爱她的人 可以陪着她 所有身体上 精神上的痛苦 都必须自己一个人来承受 那种感觉 你说 我是不是要比她幸福多了 姨姨啊 相信我啊 我 除了生小孩我没办法以外 我这一辈子 绝不会让一个人 再承担任何痛苦了 嗯 对吧 宝宝听到了 你在听我啊 宝宝你要坐证哦 从我选择妇产科的那天开始啊 我就一直等等等等到的 有一天 我一定要亲手替我的孩子接生 来 让迎接宝宝的第一双手呢 就是她爸爸的手 这一天哪 终于快让我们也等到了 看你得意 太那么有办法 这是我在这件事上面 绝无仅有的特权 哎 怎么 又在聊吧 我还听啊 大哥正在得意 他可以第一手把他的孩子抱出来 对吧 大哥这个 你在医院是副产科主任啊 对不对 那一一又在你们医院生产了啊 可不可以帮我弄一张这个特级通行证 让我进产房陪陪一一啊 什么 你要到产房里面去 哎你疯了你 哎 干嘛 你没有听人家讲 这女人在生产的时候 那个痛的 会恨不得拿把枪把自己老公给毙了 你如果真的时候出现在她面前 她搞不好真的会 哎 你懂什么啊 这小孩子说起两个爱的结晶 这一路上我都陪着医医的 怎么没跟她痛苦的时候 不在她身边吧 哎 其实啊 先生陪着太太进产房啊 往往都会对产妇有一些帮助 哎 在国外就 就 就鼓励这样的做法 可是在我们台湾有很多医院 已经鼓励先生去进产房了 真的有帮助啊 哼 我还想如果我进产房的话 搞不好 我会把自己杀了谢罪 没那么可怕了 就像佳秀讲的嘛 这个小孩啊 是爱的结晶 虽然这个生产的过程是很痛苦 可是在每一次的这个阵痛 跟每一次的努力 那充满了希望 嗯 这是真的 我在医院里看了多少产妇了 每一个人不还都这样子熬过来的 哎 说了半天我通行症怎么样啊 我通常医院里面是 不会随便允许先生陪太太进产房的 不过 如果我们是采用 拉梅兹生产法的话 那当然可以用 拉梅兹生产法 拉梅兹生产法 其实啊 这种拉梅兹生产法 它的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教产妇在阵痛来临的时候 如何运用有效的呼吸 来疏解这个阵痛 同时在生产的时候呢 利用呼吸 而且正确的用力方式 使胎儿顺利的产下来 像平常我们看电视 产妇生孩子 哇哇哇那样子大叫 那是不对的 可是一痛当然会叫 那样子叫只有浪费力气啊 所以如何运用有效的呼吸 来帮助你把这个痛比较容易挨过去 我记得我记得 以前我在美国生产的时候 那医生就有教过我这样子 不过时间很久了 都忘记了差不多 大哥 到底什么个方法 你赶快讲啊 不要 在第一个阶段 就是阵痛 还不是很密集的时候 我们就采用胸部呼吸法 做深呼吸 让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要吸 要慢 涂 同时呢 这个时候就利用手 在你的腹部画圆圈 就可以做到腹部的一个按摩 吸气 我 我们画什么 蔡玲 鼻子吸气啊 要吐气 那么 到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第一个阶段过去之后 这个这个时候呢 这个收缩加快了 阵痛加强了 深呼吸呢 已经应付不了了 就是我们就采用 另外一种呼吸的方式 叫做什么呢 叫做吸气式呼吸 什么叫吸 吸气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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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用的方法就是 完全用嘴吸气 呼气都用嘴 然后要轻 要很浅 而且这个气量要很平均 那坐起来了 就像这样 哎 就会有这个声音 最近是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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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mo 糖 不停 好吧 就來 commanded 好丁 好乙 不是論你 是柚白的 小美 也是柔寶那 是柔去 是柔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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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干嘛 西班牌表演 你没跟下来啦 妈 妈 在干什么 我们在练习啊 练习 练习什么 练习上肢运动 现在要是不练习 哪怕过一阵子 我们两个老子要摇三个麻 好吧 哥没受不了 所以 拿这个来练习 好来 牛肉肉 来来来 你拿掉了 拿掉了 谢谢 妈 妈 谢谢 天呐 三个媳妇 吓得差点没流产 那个是假的娃娃 也不是真的小孩子啊 如果是真的 我也不会这样丢来丢去啊 那也很难说呀 苗大 我问你 你希望我们三个媳妇 生什么 当然希望生小孩子 难不成我还希望他们生个小狗啊 哎呀 我的意思是说 希望啊 生你的还是生男的啊 还是那句老话了 我不说你也知道啊 我怎么知道你哪句老话 那你就不知道我心里的希望 我的希望 好啊 阿妹啊 我劝你啊 最好先别对任何事情做任何的希望 因为你所希望的事情啊 常常都是跟事实正好相反 呸呸呸呸呸 我从以前到现在哦 我很喜欢很喜欢哦 生了一个女的啦 要不是哦 为了你养不起啊 我生了佳秀以后啊 我就再替你生一个妹妹 哎 是谁说的怕我养不起啊 都是你 当时被那三个搞婚了头了 怕老四生出来又是个儿子 你会发红 好啦好啦 反正哦 我也没有生过半个女儿啦 现在我媳妇也要生产啦 所以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啊 希望他们能够替我生来一个 杂母孙啊 这样子啊 我都了了我的心愿啊 你的希望啊 已经破灭了三分之一了 这美好肚子的这一胎啊 是个男的 已经很肯定了 可是哦 还有彩莲跟依依啊 他们两个人到现在啊 还没有肯定啊 可是我想哦 其中一定一个月会生你的 如果两个都是生你的 哎哟 这样子我就高兴了啦 先别高兴得太早啊 等生起来再高兴也不迟 哎 牛大 哎 你怎么喜欢哦 给我泼凉水啊 哎 难道啊 你不喜欢啊 抱一个女娃娃吗 我们家里啊 从前啊都是男生啊 每天到处啦 都是你那臭袜子啦 就是臭鞋子的味道啦 哎哟 好不容易哦 她起到三个媳妇啊到我们家来呢 这天啊 几朵花 气氛啊就不一样啦 嗯 所以现在我的媳妇要生小孩子啦 我就希望有花有草 这样子啊就非常的隐瞒啦 阿妹啊 我告诉你 如果人生啊 一切都要求圆满了 那恐怕你就很难得到快乐了 要不然人家怎么会说知足常乐的 如果一切事情你都能得到圆满了 那 那么活着 也没什么好期待的啦 也没什么可努力的啦 还有什么意思呢 哦 那你的意思是说 不要圆满比较好是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 欺负长安 知足常乐 嗯 我没听你 你讲过啦 我都喜欢有花有草啦 怎么样 我就不相信哦 三胎里面没有一胎是中国小姐啦 你 不能 你 刘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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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样 什么状况 宝宝 他踢得好厉害 宝宝好像急着要 再敲门他要出来了啦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放轻松 放轻松 身体放轻松一点 看看 你一摸他 他就不踢了 他怕你 他知道你是爸爸 美好啊 也許是你太緊張了 放輕鬆一點 你現在最需要的就是 很充足的睡眠 你才有很好的體力 再說你的預產期還有好幾天 而且我照這個情況看的話 你可能會延後幾天才生 都用在地門了啦 如果是胎動 那是很正常的現象 不要擔心啦 有一個婦產科的主任 二十四小時陪著你不算了 他連晚上睡覺都睡在你身邊啊 全世界沒有一個產婦 可以像你這樣的安全啦 你放心睡覺啊 寶寶也睡覺啊 你怎麼會下來咧 睡不著啊 我一晚上都跑幾趟廁所了 可好可喔 我也是 我都睡不著啊 肚子 脹得好難受 我好怕我肚皮撐破呢 而且小寶貝這幾天踢得好厲害 那我們就在那邊坐一會嘛 快著再上床好了 我們來看錄影帶好不好 媽媽住了很多很多新的錄影帶 她說 她住的都是喜劇片 她說看了心情才愉快 剩下的小老婆也會愉快 好 好 1 1 很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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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 又贴了 没有啊 又贴了 没啊 做不到 哈 我 我刚刚痛一下 我现在不 不 不 不痛了 跟 该不是要症了吧 我们刚好无聊都睡不着了 结果没好 需要看路一段 我说好啊 好啊 结果他还还来不及看 他就 挖 挖 挖 一直叫了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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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痛了 要痛了 不要急呀 啊 这个是阵风 不要急 妳先不要急 冷靜 我馬上帶妳到醫院去 我現在到房間把我們要帶的東西帶著 妳不要急 靜點 要做深呼吸 我已經快到一開車 爸 媽 妳們就留在家裡好了 有什麼叫我留在家裡 我要給妳們要去醫院 好不好 怎麼樣 快 快 小心 小心 沒有關係 你不要怕 放一下馬上就生出來了 沒有關係 妳不要 妳可以幹嘛 怎麼了 妳剛剛還死在敲門好不好 誰啊 萊玲姐 是我啊 妳啊 妳 妳進來啊 萊玲姐 美好恐怕要生了 什麼 美好要生了 這麼快 妳快點叫萊玲起來吧 我們等她開車送美好去醫院呢 萊玲 萊玲起來了 妳好要生了 萊玲 妳好要生了 萊玲 妳好要生了 萊玲 萊玲 老婆 妳要生了 不是我要生了 是美好要生了 乖乖乖 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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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玲啊 萊玲 萊玲啊 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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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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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依依啊 你怎么了 你脸色不好看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没事了 大利刚上楼之后太急了 肚子痛是不是 你怎么到医院去啊 依依 你不要选强哦 什么 什么 我去叫嘉雯再一边走 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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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好 妈 美好已经 四指全开了 我现在马上要陪他一起进产房 然后我请了三位的妇产科医生 在旁边帮着我 好 那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因为我怕小孩太大 到时候可能会破釜 好了 我打算 嘉雯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做简报了 赶快去帮美好生小孩 好了 我马上去 我马上去 天公 你都要保庇 保庇他们母子都平安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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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医度最后开始痛了 他痛得满身冒汗了 脸色发白 不行 我去找大哥 大哥在产房里面陪大嫂的 不是还有一个值班医师在陪医吗 不行 那个值班医生 万一是个实习小医生怎么办 不行 我一直在打开去 小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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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跑医院来了 是不是你也开始症痛了 怎么了 没事 我没事 老大 你怎么了 你也开始症痛了 别胡说八道了 我是在找厕所 在内里 你也开始症痛了 你也开始症痛了 我来咯 唉呦 门怎么开开的呀 阿妹啊 有的喔 妹啊 妹啊 我都没人在啊 一间住房间而已 奇怪啊 到底 诶 不一定是美好要生 大家通通到医院去也不一定喔 唉呦 你怎么在做阿祖啊 对 我感觉就加新的医院去 你靠腰啊 我 我再接到医院去也不对啊 啊 干脆 喂 你们在这儿看房子啊 我要坐阿坐阿 我到医院去啊 我要坐阿坐 唉呦 唉呦 走走 怎么了 唉呦 唉呦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 忘记锁门了 唉呦 才凌啊 没有关系啦 反正喔 煮钱呢 现在都在这里啦 家里丢了东西也无所谓啦 老天爷啊 你一定要保佑 不管是男是女 都没有关系 只要他们母子平安就好啦 拜托拜托 家卫啊 我刚 还是你开车回去看一看好不好 好 好 那你呢 我 我还是留在这边等他们消息喔 好啊 那我回去看一下 阿公 真的没有 没有呢 你在哪里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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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诶 诶 诶 有没有摔到啊 乔乩 小心 小心 臭儿痛啊 你幫我扶她她条件病房具 不要检查一下 快快 行 我陪你 快快 re 这肉胶病房 没有 哎呀 我要我做爸爸了 我 我做爸爸了 我 我亲手 健身了我自己的孩子 我 哎呀 伯伯伯伯伯伯 来 停一停 你们就坐这儿等一会儿 你们就坐 嘉欣 你怎么在这里呀 爸妈 发生了什么事啊 嘉欣 没好呢 没好的 他生了 啊 生了个胖小子 四千五百公克 自然生产 我不停啊 谢谢你 谢谢你啊 刚下天就要忘了 嘉欣啊 你生了你还哭什么呢 你看看你爸妈 我下孕了吧 我实在太激动了吧 爸 不行 阿妹 阿妹啊 你怎么不把话听完呢 你这又白晕了一次嘛 你看 恭喜你啊 大头 祝鱼当爸爸了 是啊 谢谢啊 姑姑啊 你还要再进场 散开一趟啊 对对对 我得赶快趁个依依去 对对 我只是依依啊 踩你也进去了 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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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这样子等哦 实在是比我自己身还辛苦啦 我实在哦 已经忍不住啦 我要进去里面了 看看到底怎么啦 哎呀 好 嘉欣是这个医院的主任呢 安啦 有安啦 啊 請问哪一位是姚依依依的家属 不是 那都是啦 恭喜姚小姐刚才生了一个男孩 三千四百五十公克 阿妹平安 好啊 谢谢谢谢 表达 是男的啦 阿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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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天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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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秀 你这走啊 嘉秀 刚刚紧张的差点不过去休克了 我刚才让他休息一下 走 我来赶快进去 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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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阿光 妈妈 我来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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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个儿子 我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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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公开我赶快 我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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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生下彩莲 彩莲啊 你就给妈妈一个新年 我两位还有多意哦 生来一个千斤出来 妈妈煮了麻油筋 来给你补一补 老天爷你要保佑 最后一个希望 你一定要给我书线 请问哪一位是余彩莲的家属 我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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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小姐刚才在抢 我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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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莉也生了 你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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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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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也有儿子 我也是儿子 哎呀 过去过去出去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忘记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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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我真想不到啊 不到半天的时间 三个媳妇就都生了 嘿嘿嘿 尤其是三个都是生男的 嘿嘿 姑姑啊 你好名 你家多了三只小铁牛 你呀 有得忙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从前就是这样嘛 我早就习惯了 你看阿妹 阿妹啊 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 我高兴啊 我当你高兴啊 这是高兴的过头啊 阿妹啊 可是你那个表情 没有高兴的样子嘛 哎 你抱孙了呢 你生气做阿嬷呢 我知道啦 可是我喜欢的哦 就是你的嘛 啊 哦 你是原来为这个事想不开啊 要不然你以为我 为什么想不开啊 哎呀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不在意生男生女 只要母子平安就好了嘛 哈哈哈哈 你们都不会了解我的心意呢 我自己这一辈子 生了三个母子 就已经累了快四十年了 现在三个母子 再给我生了三才母子孙了 阿爸 你替我想想看嘛 我从现在开始 又要担心这三猪小铁牛啦 好像我这一辈子 是专门来度牛的啦 哎哟 阿妹啊 你不能生到那里走去 你爱你的心情会很了解 可是生都已经生出来了 啊 啊 对不对 那一定是难的嘛 你要高高兴兴 快快乐乐才对啊 如果你真的喜欢你的 就跟他们一的 第二胎一定要生你的 一的可以哦 好 阿爸 你叔叔 你带来这三个鸡来是不是 是啊 阿爸 那我现在就赶快蹲鸡汤 送到医院啊 那如果这一胎民 一的第二胎 一定要你的 对 好 阿爸赶快帮你抓鸡 来 哈哈哈哈 阿爸 就像这样下去的话 这组织还唱得完吗 唱不完啦 牛爸 赶快来帮我抓鸡啊 好 好 阿爸 小鸡 阿爸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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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 小鸡 翅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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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idates 시죠 感谢观看